各位同学早,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我们在第二章跟各位介绍了 跟各位介绍了应变跟变形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跟各位讲 基本上这个固体力学就是15个方程式 解15个位置数 那我们在第二章跟各位介绍的所谓的应变 应变跟位移之间的关系 这个ε等于二分之一 GradingU的T加上GradingU 我们现在只考虑小变形的理论 这个就是,这个基本上有六个方程式 因为应变是对称的 所以这个展开只有六个方程式 而这六个方程式就是我们讲的固体力学里面 或是弹性力学里面 15个基本的方程式中的六个 这是其中的六个 那今天第三章呢 我们跟各位介绍应变的理论 那在这一章呢 我们会再另外介绍三个基本的GradingUquation 那这一章 我们分成六个单元 我们一开始先给各位回顾一下印尼的定义 OK 这里面我们就是要介绍一个印尼项量 OK 我们给各位介绍印尼的定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会介绍所谓的Coset Formula 这我们倒在说 以及印尼的平衡方程式 因为我们在弹性力学里面 我们讨论的是静态问题 所以基本观点是Sumation F等于零 可是我们这个Sumation F等于零 跟你们在应用力学学的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在应用力学里面 你们谈到的是外力的何等于零 那我们这里面要考虑到 如果一个外力作用在一个物体上 而这个物体是变形体的话 它个点的硬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边是从Sumation F等于零 推导出来 如果这个物体受到外力 是达到平衡状态之下的话 这个物体的个点的硬力 之间有什么关系 个点的硬力之间有什么的关系 在平衡之下 因此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硬力的平衡方程式 而这个方程式有三个 非别是沿着X1X2X属里三个轴的方向 这三个就是我们的基本方程式 OK 这是我们第二小节要讲的 然后第三小节呢 跟主应变一样 我们会跟各位介绍主应力 你们到时候会发现 找主应力的方法 跟找主应变的方法 一模一样 基本上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这会多一个 我也会告诉各位 怎么找到最大的减应力 我们在谈应变的时候 没有谈怎么找最大的主应变 最大的减应变 因为没有太大的物理意义 可是最大的减应力 有物理意义 因为实验上证明 有非常多的材料 如果你要判断 它所受的外力 有没有超过降伏点的话 我们是要由最大减应力来判断 也就是最大减应力在判断 一个材料 受力的材料 有没有超过 它的受力 有没有达到降伏点 就是达到树心化 常用这个来判断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 怎么计算这个值 然后第四个部分 因为我们谈到了主应力 那很明显 我刚才讲 跟主应变一模一样 所以三个主应力 你们都会发现 它们也是互相垂直 会形成一个主应力坐标系统 然后我们第四小时就告诉各位 如果是在 我现在选择就是主应力坐标系统的话 我们一些特别的应力状况 这里面我们最主要智慧 因为什么呢 你们自己想想看 一个外力坐标在工作件上 这工作件会有两个改变 一个是大小的改变 一个是形状的改变 一个是大小的改变 一个是形状的改变 也就等于说应力 事实上它的目标两个 改变物体的形状跟大小 那我们在这边 利用主应力坐标系统 我们就可以告诉各位 把这个应力啊 一个应力张量 或所谓应力矩阵 我们会拆成两块 一块就是用来 改变物体大小的应力 一块呢 就是来改变物体形状的应力 那我们就会告诉各位 也就等于说 每一个应力张量 它事实上都有两部分 一部分用来改变大小 一部分用来改变形状 第五个 第五小节 我们谈到某些所谓的 spatial state 这最主要意思是什么呢 你们就想象 我们主要告诉各位是 假定有一个 很微小的小立方块 你们当初学到的应力 在常语就是一个小立方块 每个面都有应力作用 我们现在讲的是 如果这是个立体的小立方块 很微小的 有一个面 应力通通等于零 也就是说 sigma1万 sigma1都 sigma1属于等于零 那其他的 那些应力分量 会有什么关系 那是我们在第五小节 介绍的 好 在讲第六小节 我先提醒各位 我们前面的这一些 都是 我们当初在谈到 变形理论的时候 例如这一个 这个就是Ui,J 也就是等于partial UI 对XJ的微分 我们讨论的是 变形前的坐标 所谓的材料坐标 但是应力呢 坏消息是 我们应力 我们讨论的坐标 是用变形后的坐标来讨论 为什么 你们自己想想看 你们自己都知道 所谓的应力 就是每单位面积 所受的外力 这是各位已经知道的 那我如果没有变形 我哪来的所受的外力 你们在材料理学 所学到的 P除以A 你们都知道 这个工程应力 事实上是不正确的 因为你们除以的A 是变形前的面积 可是真正物体 一受外力 A就会变了 所以你们也学过 所谓的真实应力 是除以P除以A A A就是任何时候的面积 这就告诉各位 你在谈应力的时候 你应该要谈的是 变形后的坐标 所以我们从第一节 到第五节 你们看到都是这个坐标 变形后 因为你们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讨论 材料变形以后的状况 那个才会有应力 在材料没变形以前 严格说起来 你去讨论应力 都是假的 因为没有变形 就表示没有受力 没有受力哪来的外力 只要有外力一定变形 所以我们从前面这五节 我们讨论的都是变形后的坐标 C 我们先把答案告诉各位 第二小节 你们今天就会学到 我们的应力的平衡方程式 我们可以写成 我们会得到这个平衡方程式 上面就是应力 Sigma I 阶 对阶的为分 加上对I的为分 抱歉我这下面写的诗 这诗写的诗 等一下 Sigma I 阶对I的为分 然后再加上B阶 这个B 事实上指的就是重量 跟重量有关 我们后面再会仔细说明 我们会得到这个 Covion Equation 好 大家注意 如果你得到的是这个Covion Equation 你们可不可以解 告诉各位答案 你们可能没办法解 为什么 因为这个方程式 平衡方程式 它是对变形后的坐标 那代表什么意思 你要写 要解平衡方程式 要叫边界条件 你的边界条件 必须是变形后的 你的边界条件 必须是变形后的 什么叫变形后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告诉各位 我们就谈二维了 好了 甲定这边有一个正方形 我这边受到均匀的拉力 甲定我用这个来解 你们会说 那不是很简单吗 就是在这个边界上面 在这个边界上面 我受一个均匀拉力 在这两个边界等于0 错 因为我这个用的是 变形后的坐标 所以你要谈的边界条件 是什么 是这个被拉完以后的状况 那现在问题来了 你题目如果没有解 你知道这个坐标吗 你不会知道的 你不会知道 因为你没有解 如果你已经知道 它变形后的形状 你也不必解了 你答案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个方程式 我们是现实的问题 因为硬力一定是要在 变形后的面积才能讨论 所以我们用的是 变形后的坐标 可是如果你得到一个方程式 真正是变形后的坐标 你没有办法解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定出 变形后的边界在哪里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变形后的形状 所以你得不到边界条件 那就不要解了 好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小节要讲的 所以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我位置要能够解 我一定要把我这个 gobbing equation 变成下面是这个 一定要对原来的 变形前坐标为分 因为对变形前的坐标为分 我才能够用变形前的坐标解 那第六角就告诉我们 我怎么样把平衡方程式 从这边变到这边 当我变到这边的时候 上面这一块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是我们第六角就要讲的 所以第六角就很重要的关联 也就是告诉各位是什么 因为你将来解的方程式 一定解的是这个 然后你解出来答案是 等于这个东西 而很明显猜也猜得到 这个东西跟我们正统定义的 每单位变形后的面积 所承受外力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你们要知道是 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那就是第六章要告诉各位的 第六章要告诉各位的 所以在讲以前 我们再提醒各位一下 整个的这一章目的就是 因为我要定义硬力 我们第一小节谈到的 我们谈到的是变形后的面积 所承受的外力 那因此我们要用的是 变形后的坐标 得到了会这个Government Equation 这个是有物理意义的 可是这个Government Equation 我没有办法解 因为我找不到边界条件 因为边界条件必须是 变形后的位置 所以我要把这个方程式 转换成这个方程式 可是转换成以后 这上面绝对不是这个 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两个关系 因为什么 你真正解答案 不管你是导公式 还是用有学人数法 你解出来的严格说起来 是这个东西 而这个东西 它真正的物理意义 并不单纯是每单位面积 变形的外力 会有一点差值 你们要知道这个差值是多少 因为如果你是做实验 那就很明确 你得到的一定是这个值 你做实验一定是得到这个 可是你是做理论 一定得到的是这一个 那你如果知道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就可以解释 你就会明了 这个就是你做理论 跟你的实验结果 不一样会产生误差的原因之一 所以第3.6节 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而且3.6节 会顺带的介绍各位 一些变形的问题 会用到第二章教的一些东西 所以要把第二章 要谈到3.6节的时候 各位就要把第二章 稍微再复习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个第三章的 大概的纲要 我们先告诉各位 每一章节的目的 好 你们这样看 抱歉老师这个图画不太好 但你们大家知道意思就好 这是一个受力的工作件 有各种外力 包括moment等等都有 我们用假想的许件 我们用假想的许件是一条假想的线 我把这个物体任何一个地方剖成两半 这个就是左半半的截面 我们考虑上这个的截面上的某一个点 我把它放大拿到这边 这个截面上的任何一点 就是一个任意点 然后我把这一点呢 这个小面积 搬到右边 先记得 它的面积大小就叫德塔A 德塔A 它的法线 我们先讲法线好了 法线就是N 我们用N单位向量 这N上面一个小帽子 是代表单位向量 这个的小物体上的法线叫N 所以我们的面积 就把它叫德塔AN A sub N 这个德塔指的是无限小的意思 我们现在谈的是非常小 这个N 下标N 指的就是这个面积所对应的法线 因为我们谈到面积的时候 通常是要跟法线 我们通常都是用法线来描述 这个面积的方位 用法线来描述 所以N是这个法线 然后很明显 我这边有给它外力 说这里面的截面上的 每一点都有力量 都会有外力 那这些外力 在这个小面积上的外力呢 我们做一个假设 后面这一页有讲 我们做个假设 因为面积是非常的小 所以我们假设 作用在这个面积上的外力 每一点的外力都是一样 是uniform 这个是合理的 那就是什么呢 就好像有一条曲线 你在曲线上选任何一小段 非常小的一段 我们就可以当做直线 那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截面上面 对不起 这个截面上面 任何理论上 任何一点的面积 理论上任何一点的外力 都不见得会一样 看我设计状况 就是这个截面上的面积 瘦的外力不应该是均匀的 个点都不一样 那这 可是因为我们这个小面积 是一个无限小的面积 我可以假设 它的截面的面积 这个微小截面上的 每一点的外力都一样 那这个外力核 外力核 我们就把它 等着外力核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为 德塔F OK 我们定义成德塔F 而且 这个德塔 就是它的核 核力是德塔F 那核力的作用点哪里 应该就是 这微小面积的中心点 重心 centroid 微小面积的中心点 centroid 这是这个图 然后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德塔F的方向 跟我发现的方向 不见得是一样的 这通常是不一样 因为没有人规定 你任何一个 因为我们这是 我们这个谈到的就是 核力工作 见到某一点 你把它调 你假想有某一个平面 同一个点 我的平面有很多 有一个平面有很多 那我们只是说 作用在这个平面上的外力 德塔F 就是德塔F跟N的方向 不见得有任何的 本身 不见得会有任何的关系 像我们这边特别强调的 德塔F 不见得会跟N在一起 好 那我们先在下面 我们就define 有一个名词 大家刚好 这跟你们先学了 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叫做 应力向量 Stress Vector 符号我们用的就是 Sigma N 记得它有向量符号 下边有个N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对我们这边讲的 Sigma N 就是当我这个德塔AN 趋近于零的时候 德塔AN分之德塔F 跟德塔AN分之德塔F 这个值 好 你们一看 照常跟我们采用力学的是 类似 它类似 但是不一样 因为第一点 这边我们讲的德塔AN 指的是变形后的面积 你们自己注明一下 这边的德塔AN 指的是变形后的面积 第二个 这个是个向量 我是除以德塔F 是整个向量 整个作用在这个面上的向量 因此它的方向 这个Sigma N 这是向量 我再强调 向量 跟你们谈到的Sigma E1 Sigma E2 不太一样的 对我们告诉各位 它只是 它是一个力量 所以我们叫做 应力向量 或也有人叫traction 有的书会叫traction 意思是一样的 可是这不是指的 我们习惯的 因力分量 我们还没有谈到 Sigma E1 Sigma 2 2 这指一个 兼容的Sigma N 然后当然 我们先告诉各位 因为你们已经学过 财亚力学 这个Sigma N 可以 这是一个向量 我当可以把它分成 沿着X1 2 属力三个轴路分量 所以可以写成 Sigma N1 E1 加上Sigma N2 E2 加上Sigma N属力 E3 这个就类似 你们讲的 应力分量 这个是你们 财亚力学 谈到的 应力分量 那我们现在 讲的是这一个 所以这个是 应力向量 跟应力分量 之间的一个差异 各位先了解一下 OK 我们把这个叫做 应力 这是一个应力向量 所以它本身 是有方向的 它如果正式朝右 负的话 就是朝左 就这么简单 这是我们的 应力向量 然后应力向量的方向 当然跟Delta F 一定一样 那我下标N 指的还是 指的是 这个应力向量 指的就是这一点 我们再强调 我们这样谈的 都是同一个点 我不同点的话 答案会不一样 这个N指的 就是这一点 然后有通过 这一点的 有一个假想平面 这个平面的 法线叫N 然后作用在 这个平面上的外力 所产生的 应力向量 所以这个 应力向量 一定会有一个下标 它的下标指的 就是告诉你 我们考虑的是 哪一个平面 或者说是 这个下标指的 就是我们所考虑 平面的法线 法线方向 我直接用手笔好了 比较清楚 假定这个就是 我的一个平面 它的法线是N 然后这是我的 应力向量 也是我的F的方向 那这个向量 我可以分成两个分量 一个是垂直于这个平面 一个是平行于这个平面 等于我是斜花 一个是垂直这个平面 一个是平行于这个平面 任何一个向量 针对我这个面 记得我这个向量 没有垂直这个平面 这是我的应力向量 OK 我可以把它分成 垂直这个平面的方向 垂直这个平面的方向 跟平行于这个平面的方向 我可以分成两个 而记得 我平行于这个平面的时候 不见得一定是垂直 就是看我原来的 向量的方向 但我可以分成平面 所以我们说 我这个应力向量 可以分成两个分量 这两个分量 是类似你们所讲的应力 一个Sigma NN 一个Sigma NT 那我们现在告诉各位 Sigma NN的定义是什么 Sigma NN 我们叫做normal trace Sigma NN 我们叫做share trace 我们现在来 Sigma NN的定义是什么 Sigma NN的定义是说 就是我原来作用在上面的外力 然后垂直于这个平面的分量 垂直这个平面的外力分量 除以这个小面积 同样的道理 Sigma NT指的就是 我原来的这个外力 平行于这个平面的分量 除以这个小面积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一般的应力 这我们当时说的应力 为什么是 我们又跳到后面了 为什么叫二阶张量 因为它需要两组坐标系统 第一个下标 第一组坐标系统 是告诉你 你这个应力向量 作用面的发现 第二个下标 或者第二组要用的坐标系统 是告诉你 这个应力分量 谈的是原来的外力 在什么方向的分量 力的分量 除以我们的面积 除以我们的面积 因此 我们也可以 说Sigma N把它写成 Sigma NN的N 加上Sigma Nt 这两个就是 沿着这个平面的发现 跟切线方向的单位相量 那我们再强调 像这一个指的是 那个外力 沿着X1方向的分量 然后除以它的小面积 这个就是外力 沿着平面的分量 除以它方向 那我们现在告诉你 这个我们叫做应力 这个 这一些 这一些 叫做应力分量 TRACE Components 这一个叫应力向量 大家不要先搞混了 这两个名词 什么是应力分量 什么是应力向量 就是 SWEST VECTOR SWEST COMPONENTS 不要弄错了 大家不要以为 这两个好像都一样 你们现在就看 分量指的就是 这个向量 在沿着某个方向的分量 好 那我们现在再把这个下标 再说明一次 如果我指的是一个 应力向量 它的下标 指的就是 我现在讨论的就是 这个应力向量的 作用面的法线 如果我这边写的是 SIGMA 1 像我们SIGMA N 那我们前面一定会定义你 N是指的什么方向 那是一个任意方向 如果说我写的是 SIGMA 1 我现在讲的是 应力向量 我这边写的SIGMA 1 指的就是 我现在这个应力向量 指的是作用在 某一个平面 而这个平面的法线 就是平行X万轴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这边写的是SIGMA 2 指的就是这个 这个应力向量 作用的平面 作用的平面 是 那个是 的法线 是X2轴 或者C2轴 或者C2轴 一样的意思 这是一个下标的 那如果我写出两个下标 SIGMA I 它上面就不会有 应力符号 因为我们指的就是分量 指的就是分量 有两个下标 指的就是分量 不会再有应力符号 因为这个分号指的就是 应力向量的分量 那如果两个下标的话 第一个下标 指的就是 应力向量的作用面 第二个下标指的就是 我这个应力向量的分量方向 分量方向 所以 像我们刚刚这个讲的 这一个指的 这一个SIGMA N1 指的就是SIGMA N 就是作用在 法线为N这个方向 的平面上的 应力向量 沿着X1方向的分量 这个是沿着 法线方向的分量 那如果我们现在写的是 SIGMA 12 所以 第一个下标1 代表了 这个是一个作用在 法线为C1方向的平面 上的应力向量 然后沿着C2 这个方向的应力分量 它的解释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下面讲的 第二个 所以你们看到 我们这边讲的 我SIGMA 如果说我是一般的SIGMA N 我可以写成SIGMA N加 如果是SIGMA 1 就可以写成SIGMA 11 E1加SIGMA 12 E2加SIGMA 13 E1属力 好 这是一个 好 现在各位已经知道 应力向量跟应力分量的区别 以及给你任何一个应力分量 你就可以从下标 了解它的物理意义 这些 严格说起来 跟你们才能力学的 是类似的 OK 只是说明的方式 可能跟你们才能力学 学的是有点不同 但我们就从基本的定义来说 好 我们现在考虑一个物体 我把中间剖成两半 左边右边 然后是同一个点 这同一个点 所以依照刘顿的第三定律 反座右 如果我作用在这点的 阴力向量方向是这个方向 作用在这点阴力向量方向是这个方向 作用在这点阴力向量方向一定是这个方向 sigma n 等于负的 sigma 负 n 用什么讲掉 下标代表我的作用平面 这两个向量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有个负的 可是我们的定义不一样 因为这边是作用在正n方向 这边是负 n 所以我这边下标用sigma 负 n 这个我们叫corses formula 科西方程式 corses formula 会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依据这个corses formula 我们这边看的 本来我的sigma n 可以写成sigma nn乘上n的单位向量 加上sigma nt乘上t的单位向量 可是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知道sigma n 等于负的sigma n 等于负的sigma n 这我们刚刚讲的 负的sigma n 等于负的sigma n 等于负的sigma n 等于sigma n 然后这个sigma n 我们也可以把它拆成 等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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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 那我们看 这边这个负的sigma n 那我们考虑这个负的sigma n 可以写成sigma n 负的sigma nn乘上n的方向 加上sigma nt乘上t的方向 如果我把这个负号摆进去的话 我们最后会得到sigma n 等于负的sigma n 等于负的sigma n 我们会得到这个 依照口证是formula 有没有找到 依照口证formula 我们会得到这个结果 这个意思就代表的是什么 我在沿着法线n方向的 也就是沿着法线n方向的 这个分量 跟沿着法线-n方向的 这个分量 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 而这个代表的 这个代表的意思 就是 你们以前 我们所看到的 当我谈到引力分量的时候 我们现在画一个立方体 沿着这个方向的 如果说这个是sigma nn 那这个负方向的值 也叫sigma nn 它不会差一个符号 我们强调一下 作用在这个面的引力向量 跟作用在这个面的引力向量 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可是它的分量 是在这边的正向分量 等于这边的分量 这也就是 就是你们以前所学到的 如果说这个是sigma nn 这边的方向就是sigma nn 如果说这是 往上的是sigma nn 这边往下的就是sigma nn 也就是告诉你 印尼同一个点的两个面 印尼的分量是成组的 是成组的 但是不要忘了 印尼相量 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可是它们的分量 刚好是在不同的方向的分量 都是一样 因此 这边我忘了写 因此 你们就记得 印尼分量的正负 分量的正负 正 实际上代表的就是拉伸 负代表的是压缩 但是它们的方向 都是相对应的 不会朝右为正 朝左就为负 要正 两端都是正 要负 两端都是负 这是从coset formula 过来的 OK 那这个跟你们在前面 学的是一样 然后下面我们跟各位订阅一下 那它的单位 这个uscustomers指的就是 一般的音质系统 或所谓的每字系统 那它的单位 我们一般用的是 每平方 很明显嘛 它的力量除面积 它的单位是每平方 英寸多少磅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psi psi指的就是 per square inch per inch square 抱歉 psi 一样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指的就是 每平方英寸有多少磅 我们通常用的是psi 那最常用的一个数字 这是一个 那我们现在一般大部分来讲 用的都是公字 公字的话 我们用的就是 每平方公尺有几磅 这个的单位 我们一般叫pa 这我们常用的 现在音质比较少用 我们不太多浪费时间 公字的话我们就说 每平方公尺有多少磅 这个等于pa 所谓的pasca 这个pasca 这个字大家记得 p一定要大写 a一定要小写 你不要两个都大写 或两个都小写 都是错的 这个我们叫pa pasca 真正的话 我们把这个叫pasca 可是这个后面 我们把它删掉了 我们当然只保留这两个 pa 然后在工程上 我们知道 因为这个pa 这个非常小 因为你们知道 牛顿 是一个很小的单位 一公斤 我们常常说 用公斤重量来看 一公斤等于9.81流顿 9.81流顿 9.81就是重力加速度 一公斤等于9.81流顿 所以流顿 只有0.1公斤左右 那0.1公斤 除以一个公尺平方 这个值值非常小的 所以pa 是很小的印尼单位 所以我们常常用到的是 第一个叫kpa mpa gpa 用这三个数字 这个小k代表10的3次方 这个m代表10的6次方 这个g9代表10的9次方 也就是等于说 你在算印尼的时候 通常一般来讲 我们这个值都会很大 所以我们会把它简化成为 这一些kpa mpa 或是gpa 这是基本上的印尼单位 我再强调一下 我讲一漏掉了 从这边来讲 我们就会知道 印尼分量是成对的 反而印尼分量大一点 就是脏印尼 tun size choice 印尼或是拉伸印尼 印尼分量小一点 就是压缩印尼 好 来了